监管副首相纳杜斯里伊斯麦莎比里对外宣称 有31名国阵议员力挺首相慕尤丁和国盟政府 不过这个人数却引发争议 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直接嘲讽亲慕尤丁派系的国阵议员 上个星期宣称40人力挺首相 如今剩下31人反而自爆其短 证实了慕尤丁早已失去多数支持 纳吉也盘点国盟防疫失败的七宗罪 呼吁政府必须负上全责 拥护慕尤丁的武统副主席 纳杜斯里伊斯麦莎比里 宣称31名议员力挺慕尤丁任相后 前首相纳杜斯里纳吉贴文追问 相较沙比里上个星期信誓旦旦宣布的40人 反倒少了9人 纳吉打脸沙比里说话前言不对后语 上个星期说掌握40名议员支持 如今只剩下31人或更少 让国盟掌握多数支持的说法不攻自破 因此纳吉质疑慕尤丁是否仍然拥有多数票 他还语代嘲讽慕尤丁政权 经过7个月的紧急状态 威胁或利诱的手段都做了 但支持人数却不增反减 另一方面 纳吉还在另一则贴文 隶属慕尤丁政权防疫失败的七宗罪 不但领导无方还频频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做出倒行逆施的决策 将我国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 他毫不留情的炮轰 自己曾在这七段关键时刻做出警告 可惜忠言逆耳 国盟政府还是坚持犯下明显大错 纳吉举出的七大错 包括从去年6月到今天 政府屡里犯下的防疫误判 例如允许入境者在家隔离 缩短他们的隔离期限 更在疫情恶化之际却允许跨州 虽然政府事后亡羊补牢 但已经打开无可弥补的防疫缺口 导致变异毒株长驱直入 他更形容 政府在工厂与工地蔓延感染群之际 却反过来关闭其他领域 完全没有对症下药 而且在今年2月疫情回升时 不顾反对允许学校开课 造成疫情从校园一路传播到社区 最终连医疗体系都崩溃 纳吉表明 我国是世界上其中一个封锁越久 疫情却越糟的国家 政府必须要有人对这一切负全责 他要出色转发时间就除了